梅干菜这个东西怎么吃的嫩啊 一定是要有油 让它吃饱了油以后 这个梅干菜就好吃了 一定要牛肉再打给美食吃 牛肉再拿去 水烧开 把梅干菜倒下去 煮上个两三分钟 然后再把它去洗干净 这样的话即发了 焯水也焯干净了 咸味也焯走了 上灯笼这三个打得浓得没了 我女儿一定要 我多少两个姿女肥肉部分 全部透明状 对的 油就出来了 大家看到了 不然它油就出来了 我原来没有放这么多油 对 像猪油就没出来了 但是你玫瑰菜一定要吃透油 对啊 一定要吃透油 这个油出来配上这个梅干菜 它香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肉 但是这个玫瑰菜 大家来回去玫瑰菜就有 非常烧心的这个 玫瑰菜 一张无砂的米豆老香味的玫瑰菜 我刚刚加西都知道玫瑰菜 才吃进去了 一点油都没有了 一点油都没有了 大家看哦 糖 一定是要两种哦 白砂糖和冰糖 冰糖 放多少水啊 放到和这个肉一样平 你看到吗 大家看我满满一勺子的厨 厨的一个作用叫去腥解腻 你现在这个肥肉啊 毕竟还是有点腻的 而且醋 有软化肉的一个作用 可能是你要说的 要比你来夸 这边做的东西根本知道 必须要油一味哦 搞得让我来吃 吃吃吃头 梅干菜它这个东西 怎么吃得嫩啊 一定是要有油 让它吃饱了油以后 这个梅干菜就好吃了 你的东西 sharing 好 没有这个 你见不见了 没有这个 有什么 没有这些 没有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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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个